清朝的末代皇后 郭布罗 婉容 字 慕虹 号 池莲 其名出自《洛神父》中 偏若惊鸿 婉若游龙一句 用作名字 则比女子身姿优美轻盈 性情温婉 但是事实难料 有谁又能猜到这个像洛神一样美妙的女子 在进宫之后 却像鸟儿被折断了翅膀一般 被困于这重重归滚 了残余生 回首历史上能坐到皇后这个位置的女子大多出身显贵 婉容也不例外 她的高祖是咸丰年间的掌握重权的武将 父亲郭布罗 荣元是内务府大臣 母亲是人称四格格的定君王孙女 但可惜红颜薄命 母亲在婉容压压水雨时就去世了 而后 荣元迎娶了爱心觉罗恒心作为她的继母 但不同于其他家庭 继母与继女之间的苦大仇深和勾心斗角 恒心对婉容的生活是无巨细 悉心照料着她 两人相处和睦 同时 她的端庄贤良和精明能干的性格 也深刻地影响着婉容 在古代 很多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所以很多女子都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是婉容的父亲荣元是婉清难得的开明之事 她主张男女平等 并且为婉容请来了家庭教师教习她琴棋书画 甚至还请来了美国人来教她英语 家庭的影响 优务的生活环境 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 使婉容长成了一个端庄秀美 清新脱俗的少女 于是在1922年 16岁的婉容与溥仪成了婚 成为了清朝最后的一位皇后 由于当时新生的中华民国 急于清朝皇室保留尊号 以君王礼相待的待遇 所以婉容的婚礼依旧是沿袭清朝皇帝的大婚行制 婉容坐在皇后的凤鱼上嫁入爱心觉罗家 这一切都得到了民国的默许 于是 婉容也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皇后 婉容与溥仪的第一次相见是在新婚之夜 母仪天下的皇后光环和新婚燕儿的欢喜聚在心头 此时的婉容仍幻想着与眼前的丈夫过去情投意合 和和美美的日子 但是出乎她意料的是 婉容只跟她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难免地孤独和失落笼上了她的心头 但她想着来日方长 日后两人总有相处的机会 相比宫廷中保守的太监和官员 婉容因为受过西洋文化的熏陶 所以跟溥仪很是聊得来 因为溥仪对西方文化感兴趣 她便教溥仪读写英文 西餐文化以及很多洋玩意儿 她仿佛一股温柔的春风 吹拂进溥仪沉闷的宫廷生活 后来的生活也符合婉容的预期 夫妻儿人相尽如冰 她的柔情似水 她的博学都实 她的美丽大方 使溥仪势如知己 这也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的婚后时光了 可即使婉容与溥仪 时常在一起谈论古今去世 但也仅限于精神层面的交流 并未曾在一起过夜 夜晚的清冷孤寂 比白日里的琴瑟和弦来的现实 在得不到丈夫回应的时候 她心冷了 那和宫廷里的生活难寻自由 进来了几乎无法出去 婉容的脾气越发暴躁起来 溥仪因此对她更加冷落起来 心中的孤寂无处消散 但是作为后宫嫔妃 能接触到的外界东西少之又少 那么沉闷的宫廷生活 又能靠什么来消磨时光呢 这个时候 香烟刚刚传入中国 在宫中更是备受追捧 早在嫁入皇宫之前 婉容就已经接触过洋人的香烟了 所以在宫中烦闷之时 婉容就只能靠香烟来解门 消磨日子 日积月累就有了阴影 在她十七岁时 因为自身娇弱 有痛经的毛病 即婉容就开始靠吸食鸦片 来缓解生理上的疼痛 然而发展到后来 鸦片也成为了婉容麻痹 孤独的心灵的良药 后来因为政变 婉容在十八岁之时 不得不跟随溥仪离开紫禁城 回到天津这个婉容出生 成长的地方 在这里 婉容仿佛回到山林的小鸟 经常四处游玩 出入各种社交场合 甚至改变清宫女子的传统范式 烫了一头卷发 购置各款时髦的衣衫 但此时的溥仪 已经失去了所有权力 却还把重振清朝的希望 寄托在伟善的日本人身上 成为了一个傀儡皇帝 搏仪的妃子文秀 也因为无法忍受 而发动了刀妃革命 让溥仪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被离婚的皇帝 颜面尽失 浮仪因为无处宣泄 便迁怒于婉容 责怪他平日仗势 欺压文秀 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所以他对婉容的态度 更加冷漠 二人的婚姻 也以貌合神离 因为对生活的绝望 婉容更加放纵自己 始终沉迷于鸦片 甚至还做出了出格的行为 于侍卫私通并生下一女 可惜他的女儿 在出生不久后就夭折了 他也曾想过像文秀那样勇敢 冲破世俗的禁锢 离开溥仪逃向日本 但是却被三格格写信告发 同时他对皇后这个头衔 带给他的荣耀 也有着极度的执着 为了这个荣耀 他最终没有逃走 这是他唯一 也是最后自由的希望 但他并没有抓住机会 他不知道后面等着她的是 怎么样的痛苦和黑暗 到了1935年 批不顾日本人阻挠决定 废除婉容的皇后之位 并将她拘禁在寝宫里 这一年的婉容 也不过28岁的年华 一连串的打击 让婉容的精神状况日益取下 她开始整日无休止地吸食大眼 烟瘾也越来越大 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后 婉容已经极尽风点 她经常捧头垢眠 衣衫不整地在寝宫里吓跑 有时放声大哭 有时又嬉戏闹闹 直到累了 才被宫女太监扶到西烟室 臭大眼 到了1945年 日本宣布投降后 溉仪在逃亡日本的途中被俘虏 而婉容也跟其他一众皇亲贵族 一起被游击队抓获 投放于盐籍监狱 在监狱中 婉容被切断了鸦片的来源 眼影发作之时 只能是又哭又闹 哀嚎身影 身体被折磨得干枯竹柴 日常起居生活根本不能自理 监狱中负责看守和关押的李家兄弟 李延田和李延霞 因为同情他 时常对婉容多加照顾 甚至还偷偷熬鸦片水 来缓解他的痛苦 但是婉容此时的毒瘾 已经深入骨髓 李家兄弟偶尔的元首 对他来说 只是杯水车袭 到了1946年 婉容被监狱的看守发现 在狱中将死多时 但即便他曾贵为皇后 生死饱受折磨 死后亦不得善待 监狱的看守 把他的遗体 用席子随意裹 扔到了臭水沟旁 李家兄弟知道后 心中不忍 便拆了门板 做了个棺木 把婉容的遗体 和他随身的烟枪 安放进去 这简陋的棺果 便是婉容一生的重点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 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